甲静文只鼓着步步,却疏忽了波妞,可怜的波妞还被宠物狗吓哭。 本文企鹅号独家发布,不得转载,围者必揪。 妈妈是超人三热播之后,很多网友们就被甲静文一家给圈粉了。 布布和波妞这两个小萌娃,暖萌董事,老公修杰凯也实力宠妻。 一时之间,甲静文就成为了幸福女人的代名词了。 现如今的甲静文不但很幸福,她也很懂得带孩子。 两个女儿在她的细心照料和良好教育之下,也被培养得很好。 不过,在最新一期的花絮中,甲静文这位超人妈妈也出现了疏忽的事情。 最可怜的就是波妞了,才一岁大的波妞,竟然被宠物狗给吓哭了。 这期节目中,甲静文夫妇带着布布和波妞去参加了一个救助流浪狗的活动。 在活动现场也有一只体型比较大的宠物狗,布布原本就胆子大,所以她一点都不怕,还和狗狗玩在了一起。 可是,伯妞就不一样的了,她看到了这条宠物狗后,就开始害怕了,还蜷缩到了甲静文的怀里。 不过,甲静文并没有引起重视。 其实,甲静文不够重视也是有原因的。一来他们家就养了一条狗,二来布布也不怕她。 所以,甲静文就想当然地认为,波妞多接触一下就会不怕了。 也正因为这种想法,让甲静文忽略了波妞的感受。 这条宠物狗,又一次靠近了波妞,波妞吓得扭过了头去。 但是甲静文抱着她竟然没发现,她的注意力全在布布身上。 甲静文只顾着布布,却疏忽了波妞。 还是身边的老师及时发现了,用手指着宠物狗,才能她停止靠近波妞的。 接下来,老师就要和甲静文讲解细节上的事情了。 。 这次甲静文竟然全然不顾波妞了,她也没考虑到,波妞身边还有一只体型和她差不多,又非常让波妞害怕的宠物狗。 其实,这时的波妞表情已经开始紧张了,她还紧紧地盯着那条狗。 很显然,波妞已经是她为自己最大的威胁了。 但甲静文依然没发现。 这时的波妞还主动发出了声音,试图引起甲静文的注意。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,甲静文竟然没听到。 但是,波妞发出的声音,却把宠物狗给吸引过来了。 而且,波妞手来还拿着一只球,又是狗狗们最喜欢的玩具。 说实话,毕竟波妞还太小了,万一给咬了一口,也是很严重的事情。 这只宠物也正是冲着波妞手上的球去的,但波妞还太小,也不懂得给它,于是这只狗就开始抢波妞手上的玩具。 这一下,波妞手就直接被吓哭了。 但是,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却出现了。 波妞手被吓哭后,修杰凯竟然不厚刀地大笑起来,甲静文也只是回头看了一眼。 最紧张的却是这位不相识的老师,只见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,这反应也够激烈的了。 最后,也是这位老师,第一个赶了过来,把这条宠物狗给赶走了。 这时,甲静文也过来查看波妞有没有受伤了,而修杰凯却依然坐在那里大笑着。 这个好爸爸的形式,确实要给扣分了。 这时的波妞,早已被吓得满脸通红,情绪崩溃了。 哭得也气不成声了,看着样子就怪可怜的。 说实话,这次确实是甲静文疏忽了。 他想当然地认为波妞不怕狗,就没有去留意他之前的反应。 如果观察细致一点,一开始就能发现波妞怕这条宠物狗了。 甲静文还有一个疏忽就是不应该把波妞一个人扔在边上,不去看管他。 毕竟波妞才一岁大,真的被咬了一口,恐怕最后悔的就是甲静文本人了。 所以,在出色的超人妈妈,也总会有疏忽的地方,这也确实值得所有家长的引以为戒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